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72牛肉麵 號稱是台北市必吃的牛肉麵 位在井南路二段71-1號 另外小插曲是我本來想要拍那個井南牛肉麵 但他現在公休日已經改成6日 所以就拍不到了 要讓另一位網友失望 下一次再拍 好,那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上面左邊有寫 2014年美國評選亞洲101家最佳餐廳第79名 2013年美國評選亞洲101家最佳餐廳第74名 我只能說通常這樣子的話 應該不便宜喔 門口這邊擺了很多牛骨頭 我想他代表的意思就是 他們是用牛骨熬煮鹿湯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說明喔 因為他們有賣雞湯 那可以看一下喔 那Menu這邊就有寫了喔 好,原則上都是300塊以下 呃,不能說很便宜啊 但是 台北市價錢這樣算還好 只是大叔我的河包會有點心痛喔 好,那店面的話 原則上看起來這樣 應該是可以做20個人吧 好,那右邊這邊的話 就是有這個酸菜這些喔 可以加 好,老闆娘你好 那我第一次來 欸,那請問你們後面那個是 就是外面那個牛骨熬的高湯嗎 對,外面那個三鍋就是正在煮的 然後每天會出一鍋 然後一鍋是三鍋是十二鍋 嗯哼 那牛骨的話 要燉多久才能夠成那一鍋高湯啊 我們基本上是燉三鍋 燉三鍋 那三鍋每一鍋有不同的顏色 第一天下的是比較新的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要燉三鍋 嗯哼 基本上要煮到三鍋 就燉三鍋 喔,是喔 對,它可以這種燉三鍋 喔,所以那就蠻費工的喔 就是要出三鍋 那想請問如果說 因為門口已經有貼了很多 就是這個 美國的瓶檢 就是得獎喔 是 好,那再來想要請教您就是 您推薦哪一種牛肉麵最推薦 就得獎是哪一種 嗯 我們這個得獎的原因 其實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什麼樣的人來吃過 他到底是否吃得清熱還是紅燒 嗯哼 因為我們就是接到的時候 就進去了 啊哼 而且那個亞洲一百一家最佳的東西 啊哼 所以你說是哪一個得獎的 喔,不清楚 對,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的狀況下 然後不用情緒 嗯哼 最佳飯 嗯,謝謝 那 清熱跟紅燒我們都推薦 都可以吃看看 那樣的味道就是截然不一樣 截然不一樣 完全不同啊 應該是味道比較淡一點 然後一個紅燒的味道比較重 嗯哼 嗯哼 看個人的口味啦 對不對 他如果重一點的話 他其實現在 他現在吃清熱對他來的方式真的太大 嗯哼 所以我們會建議 第一次來量味的方式 噢,這樣子 嗯哼 嗯哼 但是比較吃得出牛肉高湯的就是原味對不對 嗯哼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因為我們清燉跟外面不一樣 外面的清燉 那種蛋是比較 明清澈的顏色 嗯哼 然後我們是清淨的顏色 乳白色 好,那我 你們就是 有半斤半肉嗎? 還是就牛肉麵 對啊 有半斤半肉吃的像是紅燒的 噢,是紅燒的 對 那你要換也可以 就是 他的半斤半肉 和清燉的肉 不一樣 噢,不一樣 那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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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是要點這樣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那這邊佐料區有很多說明 那我拍一下 那我拍一下 那左邊的話是寫 不用再加煮三天 那這邊就寫到 黃金七十二牛肉湯的製作過程 好 呃 呃,刺好像也是太小了 那再近一點 哦 那這是這一間 牛肉湯的重點 哦 總共要煮三天 這樣可以看一下 哦 那應該是可以喝得出 高湯的鮮甜 哦 好,另外這邊有 吃牛肉麵的吃法 吃清燉 先喝一口原味湯頭 我覺得味道不夠可以加玫瑰鹽 呃,吃牛肉 紅燒牛肉麵的時候 先喝一口原味 一定要加骨髓辣油 更香更好吃 加點酸菜風味更佳 好 那這邊就已經有很清楚的說明了 那應該上網查也是查到這些資料啦 那右邊還有一個什麼 花乾卡 如果說 應該是拌的話 好像是免費吃一年的花乾 那左邊跟右邊就是有這個 超級辣醬油 然後這邊是外帶區 因為這個照一定沒有辦法看清楚次 那這個是一些這間餐廳的 美國評選亞洲餐廳得獎的名單 那他們是74名 然後全部的都貼在牆壁上 那餐廳是放著老哥 是走著那種懷舊風這樣 然後總共有 目前看到的服務人員就有三位 那是從裡面照出去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用餐環境就還蠻別緻的這樣 好那 剛剛講那個重點要加的佐料 清燉的加玫瑰圓就是在桌子上 是這一罐 然後他說是骨髓辣油 是這一個 如果說各位朋友吃過林東方牛肉麵的話 那其實跟那個意思非常的像 這個由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有加香料去炒吧 然後 如果以林東方來講的話 加了這個就是變得更好吃 那等下我就直接加到麵裡 就不做特寫了 總之 牛肉麵有加這個東西 就真的會更香 那他應該也是蠻辣的 那這是大叔 我央求老闆娘就是先給我一碗原味的湯頭喝喝看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他這個湯頭就是像他說的就是 呈現乳白色 已經熬了三天了 這看起來有點像日式拉麵那種 臀骨湯頭 不過這應該很厲害 好喝喝看 嗯 個人覺得就是喝起來雖然是 比較清淡喔 但是 喝完入口之後 就是會有那種牛骨的甘甜味喔 跟這個骨髓油脂的味道 很 很甘甜 一種很甘甜的感覺 把那個撒一點玫瑰鹽喔 其實先以他原味來講這個湯頭味道就很好喔 這個湯頭冬天吃很過癮喔 會覺得很很 很濃郁而溫和的感覺喔 好那這個是 他們的招牌 如果是清燉的話就是牛腱肉喔 好那看起來厚度也蠻厚的齁 還不錯 然後牛肉紋底也蠻漂亮的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牛肉本身蠻自然的甘甜的齁 然後肉質也很柔軟 如果以原味來講的話 因為我不可能吃兩碗 那這個分數我會給98分 真的很好吃喔 這個湯頭是油亮油亮 那這家 我覺得個人認為他們就是以湯頭為主 會讓你吃到這個 湯頭的甘甜味喔 蠻厲害的 那原味跟紅燥丁是截然不同的風味喔 清燉的我也蠻推薦的喔 蠻好喝的 好那這個是適合的湯醬 好那主角就上桌了喔 那這個是紅燒半斤半肉 看起來色子真漂亮喔 這燈光也很厲害喔 從這個角度看 那牛麵看起來真漂亮喔 好那先看一下有幾塊肉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塊齁 總共六塊肉這樣 應該是三塊牛肉三塊牛筋吧 好那先喝看原味的湯頭 如果以個人來講的話 我蠻喜歡紅燒的湯頭 蠻香的耶 應該是要香料用的還蠻好的喔 牛肉麵裡面的香料 就不外乎是什麼 桂皮阿 發酵阿 丁香阿 炒果阿 這些就是 這些綜合的香料味很 很合適的 襯托在這個湯裡喔 襯托這個湯的 甘甜味喔 然後微微的香氣這樣 很棒 好當喝醬就蠻好喝的喔 好那我就加入老闆娘說的這個 酸菜跟補水油喔 再喝一次看看 好那現在就加進去了 等一下就拌開了喔 好那現在再喝一次湯頭看看喔 嗯 哇 它湯頭的味道變得更濃郁了喔 這辣我覺得好像沒有變多辣 但是變得更香喔 嗯 呃 呃煙味的話我剛往講分數喔 煙味紅燒的它的分數我覺得是 95 然後加了之後我覺得 呃變98分喔 98或99 接近滿分啦喔 呃 湯頭的味道變得非常濃郁 呃多層次 呃加一匙好像不夠 我再加一匙好了 再加一匙 哈哈 噢 嗯 嗯 有那種很像林東方牛麵的感覺喔 但是香料味吃起來有點不一樣喔 呃它這個辣油加兩匙 呃個人認為啦 這個份量加兩匙會比較剛剛好 好那這個是牛肉的部分喔 剛剛我評的是湯口的味道喔 喔喔 油亮油亮喔 嗯 嗯 嗯 喔 它牛肉很滑嫩耶 好燉得很入味這樣 你看用筷子夾喔 用筷子夾它就斷開了喔 肉質 呃講得誇張一點就像果凍那樣喔 真的很好吃喔 燉得軟嫩入味喔 然後它真的有它這個獨特而厲害的地方 你看看 好所以在口中就像化開一樣喔 真的是很高級的感覺喔 呃 雖然不曉得燉多久喔 但是 牛肉的原味還在 然後裡面還蠻粉嫩粉嫩的喔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的好 好這個是牛肉的部分 差點被我吃完了喔 那這完整的花間肉喔 就是長這樣 然後這個肉質喔 真的非常的軟嫩喔 呃對 那剛剛那個清燉的牛肉的話 我覺得是 還有點嚼勁的喔 那這個紅燒的部分的話 就是幾乎是入口即化喔 呃 那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口感喔 好可以再看一次 它這個 你如果在口中輕輕的一嚼 它就化開了喔 然後肉質非常的軟嫩這樣 好那這個是牛肉部分喔 非常喜歡 再來當然重點就是這個牛筋的部分喔 可以看到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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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有一些油花喔 然後牛...喔 翻過來好了 其實不要怕吃油喔 有點像牛油的牛筋是最好吃的喔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閃閃動人 然後像果凍這樣子喔 非常的柔軟喔 喔喔喔喔喔喔 這應該也是一夾就化喔 它色子好漂亮喔 好那現在就試試看喔 好像寶石一樣的顏色這樣 嗯 嗯 嗯 外面這一層很軟喔 然後中間 中間這裡還有一些嚼勁喔 然後是非常好吃的牛筋喔 然後滷得很入味這樣 呃... 它還蠻滑的喔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那... 牛肉跟牛筋各有風味喔 牛筋它是還比較有一些嚼勁在中間喔 然後外層就像果凍一樣 很滑喔 那我覺得最妙的是 一般別的牛肉麵店是沒有讓它帶油花喔 那這個還有帶一些油花喔 所以它這個吃起來就變得 呃...除了像果凍般的口感喔 然後它還有這個 牛油的香氣在裡面 所以讓它這個香度 更...更上一層的喔 然後滷得很入味這樣 然後在口中又香 然後又有果凍般的口感喔 喔真的很棒 好那整體的評價的話 那當然就是100分喔 那無庸置疑啊 這個是滿分的牛肉麵 非常非常的好吃喔 好那... 當然看各位怎麼點喔 清燉的也很好吃 然後紅燒是這樣子喔 那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 喔...對對對... 我麵還沒吃到 好那麵應該算是那個... 陽春麵類的喔 呃...直麵 呃...但是中間還有一點Q度這樣 呃...整體吃起來 不管是湯頭啦喔 麵喔 牛筋 跟牛肉 都非常的好吃喔 好那點這一碗你不會後悔 呃...大叔我覺得很滿足喔 呃...今天 吃到這碗牛肉麵喔 讓我蠻感動的 真的很好吃 難怪外國人也會這麼喜歡這碗牛肉麵喔 它確實有它... 厲害的地方喔 吃過就知道 好那這樣介紹應該很清楚了喔 好那這個是花乾喔 那老闆娘有講說就是 也是必加這個辣油啦 那拌乾就跳過 好那其實這個很多牛肉麵麵都會有喔 那...做的好吃的話這個就很美味喔 然後上面的話還有一個小鵪唇蛋 然後就長這樣喔 嗯... 我覺得花乾充滿了這個豆子的香氣喔 然後加上這個佐料跟這個牛肉湯的香氣喔 很棒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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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這邊的補髓辣油 其實吃起來不會辣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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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反而讓這個... 讓這個... 嗯... 花乾變得更香喔 好... 那花乾部分我覺得是... 一... 九十八分 其實也接近滿分啦 很好吃 嗯... 總之加牛麵店的東西 樣樣都很精緻好吃喔 嗯... 非常的好吃喔 嗯... 嗯... 點每樣每樣幾乎都是... 都是經典跟招牌 嗯... 好...那當然喜歡吃花乾的朋友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是一百分喔 嗯... 因為... 個人比較喜歡吃肉啦 所以這個... 吸引力就算普通喔 好... 但是裡面的這個... 香氣是很夠的喔 湯汁跟這個... 豆... 豆子的香味都融合在一起喔 好... 很好吃 那這個是... 花乾的部分喔 好... 那最後這個就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72牛肉麵 然後真的是72小時精緻熬煮喔 限量80萬喔 然後... 地址跟電話 還有營業時間喔 好... 那最後這是這一間店的地形圖喔 呃... 這間牛肉麵店的話 我覺得... 個人認為它跟林東方比起來 是不相上下喔 呃... 絕對是排行前三名的牛肉麵店喔 第一到第三都有可能喔 因為這個是跟你個人口味有關係喔 那... 就是總之前三名 然後... 停車的話 這邊很不好停車喔 要注意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然後... 餐點樣樣都很精緻好吃喔 確實有它這個獨到厲害的地方喔 呃...個人覺得是... 此生必吃的牛肉麵店之一喔 一定要來嘗嘗看喔 非常的棒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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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